您在比赛的现场带来评论 亚运的阵容 可以说就是青少年的选手 都是左手指我球盘 无圈型的打法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的这种 还是要高于李庭佑 但李庭佑来说的话 他的特点应该说 另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冠用这个方法来打 你向刘南葵 金泽打反招 我觉得 一单 比赛进行得很快 曲心十比三 先上了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 应该说最近许新还是练得非常好 尤其是这次的封闭训练 跟他的做过主管教练 占据场上的绝对主动权 我觉得同类打法打的话 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特点 可能也就是所谓的这种得分手段 有保证 穿直线 偶尔反手抽一板 这是传统韩国纸板的一些特点 威风八面的一种风格 漂亮 以前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很早以前 你就带着他打拳 我觉得首先从他对于事业这种态度来说 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通过 优秀的运动员 最早的 既要取得成绩 同时也要为直拍的打法将来进行 王立新你有没有看到 国内有一些好的直拍运营 确实从打法的这种特点来说 还是跟横买比较起来 还是有一些 特色 前三脉的这种优势 必须要保持 但同时 他又要更多的丰富自己 提高自己全方位的 我说是对于中国运动员的了解 是对于中国运动员的了解 好球 继续控短 高了 许欣接发球的这把快摆短 这个球摆过去很低又转 还能够控制旋转的方向 这样许欣3比0拿下了这场比赛 为中国队赛得了一分 中国队现在在决赛当中2比0 领先于韩国队东道主